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有着全球晶片代工之王称号的台积电,当前可谓处于全球人工智慧和晶片制造热潮最核心, 作为全球AI晶片霸主挥达EIGPU的全球唯一代工厂,可谓以一己之力支援挥达产能。 挥达则是全球AI晶片市场的绝对主导者,占有高达80%至90%的市场份额。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总市值6月中旬超过股神巴菲特旗下的Berkshire Hathaway, 以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ADR价格来计算,成为全球市值排名第八的上市公司。 今年以来,台积电美股ADR价格涨幅高达惊人的73%, 使其以ADR交易价格测算的总市值达到9320亿美元,距离1兆美元市值门槛越来越近。 台积电美股ADR之所以涨幅表现,超越台积电台股。 核心逻辑在于,国际投资者更容易买入ADR标的。 台积电美股ADR被纳入费城半导体指数等晶片股相关的重磅指数, 以及在Winac半导体、ETF和iShares半导体、ETF等风靡全球的半导体、ETF产品中占据高额权重。 这意味着,追踪费城半导体等指数的基金, 以及半导体、ETF必须不断买入在美国上市的台积电美股ADR。 这家晶片代工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目前已成为人工智慧、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端, 以及CHATGPT等生成是AI工具、普及率激增的最主要受益者。 其最尖端的半导体技术,以及相对于挥达等科技巨头而言, 较低的估值,使其成为全球投资者最青睐的晶片股之一。 核心的逻辑则在于,台积电是挥达H100、H200、GB200等高效能DIGPU的唯一代工厂, 挥达目前已为列全球最高市值上市公司。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台积电5月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30%至2296亿新台币, 折合71亿美元,主要得益于全球企业, 纷纷布局人工智慧技术的狂热浪潮, 以及PC、智慧型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复苏趋势。 从更宽广的时间范围来看,台积电2024年1月至5月的5个月, 总销售额规模高达1.058兆新台币, 相比于2023年同期,本已强劲的销售额实现大幅增长27.2%。 自2024年以来,类似ChatGPT以及SORA的各类AI应用需求持续成爆炸式增长, 全面推动全球AI资料中心建设热潮, 刺激回答AIGPU等伺服器AI晶片需求猛增。 此外,据媒体报道称,台积电300米晶片代工报价涨幅获在5%以上, 台积电,TipLite先进封装明年年度全线报价的涨幅则在10%至20%。 而在6月初的股东大会上, 全面掌舵台积电的新任董事长魏哲嘉已明示台积电的涨价想法, 魏哲嘉还透露,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AI晶片由台积电制造。 在全球大型企业,纷纷赤巨资建设AI资料中心引发AI晶片需求激增之际, 凭借在5奈米以下高阶制程领域, 尤其是目前最火热的3奈米领域独一无二的代工地位, 以及业内最顶尖的TipLite先进封装工艺, 台积电一直能够保持高利润率。 在当前,AI晶片需求激增背景下, 作为全球AI晶片领导者辉达以及AMDAI晶片为一代工厂, 以及微软和亚马逊等云巨头自言AI晶片为一代工厂的台积电势必持续受益。 手握全球最顶级制造工艺以及最顶尖TipLite先进封装, 属于代工之王台积电的辉达时刻, 即股价与业绩开启同步激增的时刻, 或许已经到来。 台积电目前仍然是苹果公司, 辉达、AMD以及博通等无精元Fabulous晶片设计公司最核心的晶片制造商, 尤其是为辉达以及AMD所代工的资料中心伺服器端AI晶片, 被认为对驱动ChatGPT等生成是AI工具背后庞大的人工智慧训练、 推理系统最为关键的硬体基础设施,且没有之一。 台积电, 凭借在晶片制造领域数十年技术基电, 开创FinFET时代, 引领2奈米GAA时代, 以及长期处于晶片制造技术改良与创新的全球最前沿, 以领先全球晶片制造商的先进制程和封装技术, 以及超高粮率长期以来霸占全球绝大多数晶片代工订单, 尤其是5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晶片代工订单。 根据华尔街分析师预期, 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 在辉达GB200以及AMD全新MI325系列需求推动之下, 3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将持续为台积电带来巨大营收贡献。 而明年起, 3奈米及以下制程和先进封装代工价格全面增长, 则有助于2025年以及后续几年营收加速增长。 研究机构Gartner预计生成是AI和LLM发展, 将全面推动资料中心部署基于AI晶片的高效能伺服器。 该机构预计, 2024年全球AI晶片总营收规模将达到约710亿美元, 较2023年大幅增长33%, 2025年则有望达到920亿美元。 华尔街大行花旗预计, AMD旗舰款AI晶片MI300X在2024年能够占据约10%额, 而台积电同样为AMD的独家晶片代工商。 这些都显示出台积电在为顶级晶片公司提供代工服务方面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台积电当前凭借其领先业界的2.5D 3D ChipNet先进封装, 吃下市场几乎所有5奈米及以下制程高阶晶片封装订单, 并且先进封装产能源无法满足需求, 辉达H100H200公布应求, 正是全面受限于台积电2.5D级别的CoOS封装产能。 有媒体爆料称, 由于辉达H100H200以及B200GB200订单数量无比庞大, 加之AMDMI300系列订单以及博通仪态网晶片, 微软与Meta字眼AI晶片订单同样火爆, 基于台积电3奈米、4奈米以及5奈米制程的ChipNet先进封装产能已全线满载。 Markets & Markets最新研究显示, 覆盖、GPU、CPU、FPGA等晶片的ChipNet先进封装成品、 先进封装技术, 如2.5D3D、SIP、WLCSP、SPA和Fanout等, ChipNet市场总额有望于2028年达到约1480亿美元, 年复合增速CAGR高达惊人的86.7%。 根据该机构测算, 2023年ChipNet市场总额可能仅为65亿美元。 总体来看,全球晶片代工之王, 顶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股价近日呈现狂飙之势, 使其总计市值向1兆美元大关加速靠近。 无论是台积电台股还是台积电美股ADR, 近期价格涨势之迅猛甚至并逢低, 买入群体难以找到切入点。 华尔街分析师们看涨台积电股价的呼声可谓越来越高, 甚至在一些极度看好台积电后市行情的分析师看来, 台积电市值与目前高达3兆美元的挥达持平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